我們活動二、承傳工作坊 也在接下來會搞第三次 而這個第三次的截止報名日期 將會是6月7日 將會有粵劇的體驗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而我們活動三的電台講演 將會是我們的這個重點的項目 大家可以歡迎參加我們的這個電台講演 電台講演每間學校有一至三隊 是歡迎參加 每隊可以有兩至四位的學生 我們的內容主要是參加隊伍 可以就著我們這個非為題目 編寫一個電台講演的作品 而這個電台講演的作品 如果大家交完之後 優秀的隊伍將會獲邀到新城電台 錄製20分鐘的節目 非常吸引 機會難得 因應我們這個活動的一些叫做安排 亦都考慮到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服課之後的一些安排 上面有更充裕的時間 去指導學生去參與活動 我們大會將會延長這個報名及活動的時間 我們原定的6月1號將會改到6月30號 或之前大家報名 我們都歡迎大家可以參加 而我們這個遞交文稿的 和電子錄音檔的時間 更加延長到7月15號 令大家有更多的充裕時間 可以準備 獲得更好的戒籍 而我們7月下場就會公佈入圍名單 再一次呼籲大家 可以參加我們這個電台講演的活動 除了電台講演之外 我們還有很精彩的活動4 專題報告比賽 我們每間學校 更加可以有一至五隊的同學可以參加 每一隊甚至可以有二至六位的同學 再加上一至兩位的老師 大家可以就住非為指定項目的 原格、特色、傳承等等的情況 選定適合的內容 去提交大家的專題報告比賽的文件 最後我們還會有這個 比賽的一些具體的操作 可以讓大家都跟進一下 我們可以透過圖文簡報 或者短片製作 或者手工和模型作品製作 這三種形式 就住大家適合的一個 自己本身隊伍的一個形式 去製作我們這個比賽 我們這個比賽 會選出更優秀的隊伍 我們甚至有頒獎禮、頒獎禮、頒獎禮、頒獎禮 可以得以目睹大家的一個 叫做很優秀的一個表演 我們這個專題報告比賽 亦都因應疫情和大家復課的安排 亦都延長了報名的時間 由原定的6月1日延長到6月17日 而提交初賽文件的時間 亦都去到6月24日 時間相當充裕 所以歡迎大家參加 而我們除了歷史文化學堂的活動之外 我們的大會更加有不同類型 很精彩、很多元化的活動 包括小嘴巴說大道理 普通話廣播期比賽 古今日文雜誌、價值觀篇 學生作家、培育計劃及精文比賽等等 而我們亦都致力去舉辦很多青年的活動 致力組織青年文化大使 而一個重點的項目就是 我們有一個出版文化雜誌文露雙月刊的傳統 而我們文聯會亦都會製作 小嘴巴大世界電台資訊節目 探討歷史、文化、升學等等的話題 如果想了解更多我們的活動詳情 歡迎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瀏覽我們文聯會的網站 包括關注我們的Facebook 而現在大家看到的兩個二維碼 就是可以直接掃描 去瀏覽我們的Facebook和網站 活動介紹來到這裡 我們將會有個電子聽講證書的安排 如果大家事先符合報名的一些條件 以及符合出席時數 還有待會我們完成後 填妥這個電子問卷的一個安排 就可以獲得電子聽講證書 大家電子的問卷就需要在5月28日 星期六即是明天的5點之前去填妥 以上就是二維碼 這個電子問卷的二維碼 歡迎大家可以填寫 好 我們的活動介紹來到這裡 現在我們有請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黃絲勞西副主席 致歡迎遲 有請黃校長 各位校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以及在線上收睇這個講座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參加 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主辦 《優質教育基金》贊助第七屆歷史文化學堂 《非為零距離》第三場的線上專題講座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我們是簡稱為民聯會的 在由2013年開始 已經是主辦歷史文化學堂的活動 過去的六屆已經累積超過幾百間的中小學 以及幾千位的師生參加過 在這裡我非常之多謝各學校同仁的支持 本年度歷史文化學堂是來到第七屆了 這屆的主題是《非為零距離》 內容非常之豐富 大家剛才聽到主持人很詳細地介紹 我很希望各位老師 盡量鼓勵你們的同學 把握時間、把握機會 踴躍報名 餘下兩項活動 即是電台的講演和專題報告比賽 同學可以大可發揮你們的搜集資料 編劇、聲演、製作模型、製作專題報告 你們的才華可以很充分地展示出來 今天是第七屆歷史文化學堂壓軸講座 第三場 我們很榮幸請到歐志堅博士 擔任主講嘉賓 他將會為大家講有關於漁蘭文化和節慶 歐志堅博士是香港樹人大學歷史學系的助理教授 亦都是本會的執行委員 更加是我們歷史文化學堂的督道委員 大家的作品可能會經歐博士去看 歐博士我們知道他一向都很熱心推廣中華文化 推動歷史教育 他曾經為香港的中學設計了一些歷史和文化專題的教材 近年他更進行很多和香港非為相關的研究計劃 非常感謝歐博士 在這麼白亡之中來到我們當中演講 增長我們非為的知識 我僅代表文聯會 向歐志堅博士致送感謝葬和紀念旗 以表謝意 好 多謝歐博士 現在我們又再來聽聽主持人有甚麼溫馨提示給大家 謝謝主持人 多謝王副主席 多謝歐博士 大家 我們今天最後會有問答環節 大家可以透過Zoom的聊天式 聊天室發問 或者可以在我們今天4點45分之前 將問題電郵至我們會的電郵 我將會抽取問題代為向歐博士提問 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應該有請歐博士為我們分享今天很精彩的題目 好 有請歐博士 好多謝我們民會的王副學長 亦都好多謝我們的主持 夏麥 亦都好多謝今天的工作人員 更加很感謝在座的老師同學 沒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的活動都舉辦不到 非常感謝你 事不宜遲我們今天就開始分享下我們的儒蘭節 大家都可能感受到 我看到這個題目很有趣 我叫故事巨言 我很喜歡和朋友分享 就是每個人一個故事 每做一個專題研習 其實都是一個故事 我們就說這個故事有甚麼特別呢 怎樣將這些概念具體呈現 所以我叫故事巨言 具體呈現 即是說 經常說笑這樣說 對嗎 不應該說的 但都不應該說 在網上 有沒有見到鬼 那個鬼是怎樣的 不是一定恐怖的 可能是英俊也不頂的 會不會是兩隻眼的 可能是三隻眼的 可能是沒有眼的 你們怎知道 所以換言之 我們其實有一些特別的地方 將一些概念的東西怎樣呈現 就是其實我經常都關心的一個課題 所以大家 我今天分享的是 故事的具體呈現 怎樣見到 將儒蘭這個概念的情況 怎樣在我們的文化和生活裡面實踐 或者節慶 就是我今天分享的課題 今天的課題裡面 我們需要分開六個部分 大家朋友在網上都見到的 事不宜遲 我即是開始了 第一 在座的同學 有沒有感受到究竟 中國文化裡面怎樣說鬼 鬼是不是一定恐怖呢 中國人有說過 我曾經在我的學校裡面 都出過一些題目給學生 給同學仔 有時候我們說 如果假設會遇到鬼神的話 究竟儒家的知識分子 或者是佛教徒 或者是道教徒 怎樣是看鬼一樣的 儒家就會怎樣說 敬鬼神而遠之 中國的知識分子會怎樣呢 他不否定這個鬼神的存在 但是敬的 敬鬼神 尊敬他但離開他 離開他 很有趣的 而佛教徒又怎樣 疑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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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超道他 但佛教徒不是 是捉的 捉騎捉鬼 捉了他 咦 為何這麼特別 不同的 原來不同的朋友 對於思想分子都不同 所以中國是敬鬼神而遠之 基本上中國的重陽節 清明節 甚至一會兒我們分享的余蘭節 基本上是甚麼 是藉著那個節日去尊敬你的祖先 是敬鬼神 是敬話 不是 本身是不會說甚麼鬼神 不是甚麼迷信 但原本是尊敬你的祖先 因為你藉著那個儀式去尊敬你的祖先 去免懷你的祖先對你的影響 所以你見到 循著這個概念 你見到更加特別的故事出現 我們說 具體法 咦 鬼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是吧 會不會是這樣的形象呢 西方的Halloween 我很喜歡跟朋友分享的 特別是大家朋友 在往日的通識課程 以及現在的公民及社會科發展裡 都是強調的是甚麼 我們的傳統文化和現代關係 咦 我們經常都會問 究竟萬聖節 西方的鬼節 Halloween 究竟為甚麼中國的餘蘭節 又不能夠全球化 為甚麼Halloween可以全球化呢 究竟有甚麼情況 中國的情況會不能夠 而西方又可以做到 更加比較之下 我們不去評論究竟得失是非 但最主要是甚麼 為甚麼見到中國特色 這就是我們經常見到一個特別的地方 還有Halloween的時候 會不會看到南瓜 南瓜王是否這樣的呢 是否這樣的呢 還有日本 大家現在可能年輕人很喜歡看鬼滅忍者 會不會我們的鬼是這樣的形象呢 會不會這個樣貌呢 又問了 日本人的鬼形象是這樣的 中國的鬼形獸 東方的鬼形獸 特別很多朋友看漫畫都會見到 日本的鬼是這樣的 中國的鬼 近期有一個中國鬼 因為現在很喜歡清朝的故事 看不見到有沒有留意到 他手樓上拿了西方的鬼折 那個燈籠 這樣 中西一個文化一個結合 中國的鬼是否這樣的 是否真的有牛頭馬面 中國的人是否真的躺在這裏的樣子 再看看 我們看到中蝦 捉鬼 大家想過的鬼是否真的這麼瘦 可不可以肥一點 是否真的有兩隻眼 是否真的三千八角 可能不是 又可以想想 特別是這個 可能在我們歐sir的年代 就是我們善女幽魂 黃祖賢的樣子很漂亮 會不會鬼是這麼漂亮 究竟是有什麼來的 再問一句大家朋友 看到圖很特別 看到有清朝嗎 原來在死後的世界裏面有清朝的嗎 有邊的 是否很有趣 究竟我們閻羅王的世界 是何時早成的 何時開始演變 為何會有清朝的 那些人是清朝官員 究竟石王殿這個故事 是否在清朝 即是說在起碼1911年的時候 之前是完成了整個 建構了整個故事出來 又看到了 是否在失望電 哇 那些鬼是否很恐怖 是否 牛頭馬面 牛頭馬面 究竟鬼形象是否一定是醜流 是否一定是恐怖 地獄是否一定是想到山路遊鑊 會不會是跳舞的 更加特別 地獄是否一定是閻羅王 有否跟我們想過 如果我們相信地獄有閻羅王的話 我們覺得特別 大家有時看到有一些 現在有些人 將那些燒一些金銀衣紙 或者燒一些電 有沒有朋友見過 燒一些電腦給死後世界 是嗎 那如果你相信死後世界是有電腦的話 那你即是說 相信死後世界會有發電廠 那你怎麼理解這件事 還有沒有 有時候有朋友看到 燒一些炭黑車的 原來很有趣的 如果朋友看看 中國人的死後世界會相信 是我們生命的延續 雖然他身體驅嚇死了 但是他精神不滅 所以我們已經看到兵馬勇 是延續下去的 所以於是就建立了一個很特別的 一個我們叫中國人的鬼神世界 這個鬼神世界也跟我們魚蘭很有關 那還有 大家一定要有十忘電 十忘電是什麼 你在生的時候一定要做好事 如果不是 你死後就會被燒和 賞刀三落又和 那就是說同學你 你一勤力一點 每個同學勤力一點 你就拿到A了 基本上這樣做 有想有佛有想有佛 這就是我們的鬼神世界 是不是很有趣 好像人間社會延續 什麼都是延續下去的 這是中國人所看的情況 如果很多朋友是 天主教的中學 或是基督教中學 我們知道什麼 如果人離開了 死了 他跟著審判 然後下地獄 然後開始上天堂 是這樣的 沒有我們的Punishment 那個懲罰的 很有趣 是吧 因為我們中國人的 那個死後世界 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我們又問一句 我想沒有人見過死後世界 究竟你怎麼知道 死後世界是這樣 是吧 我們就問一句 原來是 將我們人間社會的形象化 形象化落到未來的世界 我們又問一句 是怎樣將儒難的概念 成為形象 再問一句 大家一定是想中學 對嗎 跟學生上課的時候 老師說你 好成績 什麼叫做好成績 他說好 好是含糊的 但是原來成績上面呈現 成績上面呈現 就是八九十分以上 就是好成績 ABCD Grade 原來好成績這個概念 就是用了我們 ABCD Grade 所以那個等級呈現 是不是很清楚 同學明白嗎 就是這個 所以 將一些好的 不好的東西 加以一個很含糊的概念 其實就是具體化 如果 雖然同學我們見到 今天 民聯會舉辦的活動很好 我也知道 剛才主持人提過 接近有九百多人參加 非常之多的同學 很感謝支持 但有個問題 基本上是同學小學生的時候 如果你明白這個概念 你就知道 最簡單 近日我講 鐵通車 那些人說很快 什麼叫很快 很快 很快是很概念的 但是原來它的速度快了 原來它的速度去衡量 換不知再說了 就是什麼 把概念的實化了 我們經常都會看 好了 我也提過 如果將魚蘭視為一個故事的話 怎樣將這個故事告訴民間 因為我們寫教科書 我們寫教材 經常都會想 怎樣將這些概念傳民間 節日是其中一個 如果沒有節日的話 我們不知道 原來那天就是 就是魚蘭節 怎樣成為了知識 知識 傳到文教 或者節慶的儀式 怎樣具體情形 儀式是很重要的 正義同學學 經常都講的 聖誕節一定會 跟哪個明星拍照 我先聽一下發聲 聽到少少了 聖誕老人 聖誕節就會有一個人 叫聖誕老人出來 是不是有趣 這就是具體法 聖誕節 原來從聖誕老人連合 是這樣的 聖誕我們佛誕 就會跟我們佛祖釋加茅尼 連在一起 是不是 這就是具體了 節日 將節日形象 黏在一起 就是我們經常會講的故事 現在很重要 因為有節慶 有儀式 才能夠將失傳了的文化 或者我們會有機會失傳的文化 可以傳入文間 一代一代的傳入 以知聽 以魚蘭節為例的話 更加將我們效的觀念 如何傳入 有沒有人聽過七月 Auntie Uncle 告訴你 婆婆婆 我告訴你 兒子女兒 七月不要去街 為什麼 不好就不好 那什麼叫不好 原來有鬼 怎麼叫有鬼 為什麼是七月 不是八月 不是六月 為什麼這麼喜歡是七月 中國人對那個七字很有趣 不希望再會遇到 人們離開離世了 我們的頭七 中國人對那個七字 不是那麼喜歡的 所以七字是視乎什麼 不吉利的東西 所以有沒有人聽過七日 雖然之前有七席 七月初七 是牛郎積女 相遇的時候 接著七月十四 就是魚蘭 所以家裡的家長 不要去夜街 為什麼不可以 有鬼 有鬼找你 是一個魚蘭神公戲 是吧 又是一個 應該七月十四 他選了 這個情況 這個電影 很恐怖 讓我小朋友在這 座鄉很恐怖 好了 我們再問 魚蘭節 為什麼我們選擇這個課題 大會 為什麼邀請我 講這個課題 非常感謝 因為魚蘭節 其實亞洲 整個亞洲 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亦都是屬於我們的祖國 將它列入了 非物質文化遺產 名錄於祖宜這個地方 香港亦都是 我詳細講 而魚蘭節也是華人的鬼節 所以其實最主要是 超道亡靈 原本是超道亡靈 那就是 恭敬我們的祖先 魚蘭節基本上的特色 就是第二部分 魚蘭節一般都是有些 佛裡面的歡喜日 或者是憎人的自知 就是自己自我修煉 後來又叫鬼節文 叫中元節 基本上分開兩個 一個就是農曆的7月15日 通常來說 佛教的兩個教徒 多數會在那天一起祭祀 另外一個是7月14日 民間就會選這個 很有趣的 民間就會選7月14日 非常重要的日日 佛教和道教都在那裡 其實原本來說 是不會燒雞、斬鴨 不會的 因為大家知道 是怎樣的 是齋 齋是齋字 用齋字的形式來的 即是原本是吃齋的 還有是墳香 墳香是燒衣 原本的祭祀是由地府裏面出來的惡鬼 化軌是怨氣 久而久之成為了所謂的鬼節 也是祭祀祖先 也是舉行大型的祭祀儀式 超渡很多離世的朋友 香港亦都是很 在7月舉辦這個 餘蘭聖會 仍然都有 所謂的 求一個合家平安 全世界的 這兩年 希望全世界的和督 才是全世界的安好 就是我們原本的餘蘭之粒 好 那餘蘭之粒 傳說來說 那天7月就開鬼門關 所以你所謂的Auntie、Uncle 你的婆婆 你的爺爺媽媽 就是你不要出街了 開鬼門關 大家也看到 以前多些 現在就少些 在街邊燒衣紙等等 我小時候都會 我懂得接金銀 我懂得受金 是這樣的 如蘭之粒 晶日有兩個剛提過 一個是7月15 農曆 一個是7月14 如蘭之粒 正日是7月15的指示 由於是7月15的指示 剛剛在凌晨之交界 所以有些人就已經 誤張7月14的日 視之乎為正日 但當然 我們就約定怎樣 俗成了 民間就是這樣的 經常叫同學 民間 民間靠記憶 所以記憶是失傳的 記憶是失傳的 那唯有靠什麼 所以成為了非為 要保存文化 因為靠記憶是會用 隨而失傳 有時我帶一些 有時參觀廟宇 有時可以問一下廟宇 是否這樣讀的經文 真的這樣讀? 靠記憶 記憶大件事 所以這件事是 將一些實化的東西 變為了 要傳承下來 佛教和道教 民間都有不同的起源 而民間往往稱為 儒蘭節 或者道教的上元節 而佛教很稱為儒蘭盆節 留意一下 盆節 傳說之中 我們的情況下 你看到這個鬼 嘩! 嘩! 這個真人 就把食物 放進漁南盆 就是這個盆 一會兒 詳細說 漁南盆經 就是這個盆 把食物放進去 給他媽媽死 由於他的口裏 是焰火 等真人在他口裏 弄了咒語之後 於是他就把食物 吃進去 這個傳說之中 他媽媽由於生前最多不好的東西 成為了餓鬼道 大家聽過無間道 無間道 另一條道叫餓鬼道 他很想吃東西 但經常都不夠飽 吃到他的時候就化灰 他經常不夠飽 就很餓 那我們的木蓮 就是這個真人 就知道他媽媽不夠飽 就把食物 當是佛祖 刺給木蓮 就說 你把食物放進這個盆裡 所謂的漁南盆 給他媽媽吃 然後在口裏 唸咒語 於是食物就可以吃了 所謂的漁南盆 大家經常都會見到 在七月十四前後 就會見到 有個僧人在盆裡 擺了很多食物 或者很多金銀衣紙 就在那個盆 那叫盆 那個漁南字 最特別是一個屋 漁南盆 盆 再一次見到 這個真人 一會詳細再改革真人 漁南盆裡面 我們見到的 這個基本上 這個字是出於佛經 佛說漁南盆經 這本書裡面 最主要是孝錦洞天 相傳來說 大家可能聽過 木蓮舊母 佛祖釋迦茂的弟子 有些原則上的名字是甚麼 跟印度天竺來 叫穆建廉 是神通著稱的 傳說裡面 他是適合思念他在世的媽媽 但由於他的媽媽 在生裏做了不好的事 於是他被打到餓鬼裡 成為餓鬼 於是他用法力 曾經把飯菜給他媽媽吃 每一年 特別是木蓮 曾經向釋迦茂尼佛祖 是哭著討告 希望佛祖 能夠被他媽媽封衣足 佛祖說 在農曆的7月15日 就是曾仁自修 大家可能跟我讀書也聽過 記不記得每一年 你老師的老師 都會叫自修日 這絕一樣 自修好嗎 回去回去 那就可以自修 自修完之後 然後把五味的食量 全部擺到余蘭盆 在那天給他媽媽吃 所以依著佛教的觀念 當然念咒語等等 余蘭盆經裡 根據每年的7月15日 都會舉行 以佛教 開始供奉三寶 念經等等 可能大家都聽過 回向給父母 回向給父母 現在有時候 再現身父母 余蘭盆經 在西進的時候 已經開始譯出來了 如果朋友 特別有佛教中學的同學 如果將來有興趣 去研究佛教 就很有意思 現在我們 開始研究佛教 不只是簡單去看 中國佛教經驗 開始看梵文 好了 強調我們是因果 剛才提過 整個余蘭節 最特別的地方是甚麼 就是那個余蘭盆 那個盆 原來放在食物裡 去給他媽媽吃 那就是孝師 原本原意是這樣的 不是捉邪捉鬼 不是那個 不是的 不是的 應該是甚麼 本來就是我們超度 已經離世了的 爸爸媽媽祖先 孝心 孝心 原本就是這個故事 後來你看到 漸漸地 佛教一傳入之下 與中國本身的文法結合 正是因為我們見到甚麼 我們文聯會的精神 中國文法精神 所以為何我們講余蘭盆 就是這個故事 然後就開始流傳自禁 再一次提及 原本的宜蘭節 其實仍是孝師 不是鬼神來的 那些鬼不會搞你的 不是那樣東西 最主要是表達我們對祖先 對先人 或者離世了的祖先 總之是孝道孝師的情況 余蘭盆基的意義 就是你看到兩個文件 佛剛才都講過 原始現在父母 仇命百年了 現在有些情況 本來是由 向禮敬離世的祖先等等 後來開始變了 有些地方 開始舉行禮敬回 再生的父母 很有趣 本來又向往生的父母 現在再回到現世那裡 佛教就是很有趣的 大家如果看過 人人有個凌山塔 必向凌山塔下修 自己是凌山 佛教很有趣的 是由彼岸拉到近岸 抽來自己的 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 同學你今天 勤力讀書 立定志願 就成那個了 就是這樣 佛教都是這樣 抽來的 不是捉成都跪 所以不是那樣東西 所以你見到 大問題是哭不哭 和民間結合了 這個才是特別的地方 好了 佛蘭原本的真正意義 就是禮敬 父母 和孝親 他們的情況 我們開始漸漸地 開始是超度 那些禁念 走走走 佛教開始 和民間忠教結合 因為佛教很高 那個層次太高了 於是民間 就怎樣 開始和信仰結合 開始是怎樣 民間忠教 開始是念食咒 開始是念金露咒 念咒語之後 傳說之中 就被那些亡靈 開始吃了 就是這個情況 佛蘭節裏面 亦都有 佛喜歡日 其實整個月開始 好像齋戒 整個月 當日就開始退休 你也看到我們在座的人 都在這笑 當然笑 我們是退休日 現實的社會 是退休日 整個星期 現在的余蘭節 那段爭旅就是全洩 我們很多爭人退休 即是開正修自己 開始 在4月15日 到7月15日 都挺厲害的 橫跨成三個月 開始是退休 然後參與正 於是就那個僧人自己 去反思自己 有沒有什麼做都不好 或者怎樣懺悔 於是就結合了 所以7月15日 當日就開始 功德圓滿了 所以就開始改日了 道教也不同 道教7月15日 就是中元節 10月15日 就是夏元節 在道教中 開始拜三個官 三官大帝 天官地官和水官 在正月15日 就為之是常元節 在那天也是超渡亡靈 超渡亡靈 但是再一次見到 中元節裏面 亦都開始舉行一些 禮敬的鬼 如果和我有興趣的話 你會見到的 言本佛教是很昇華的 在精神上面 道教就較為 和民間結合了 這個是很有趣的情況 所以你會見到的 道教也開始在這天 就開始齋招 開壇 是吧 開始是超渡亡靈 求福 等等 好了 道教中元節的意義 其實開始是什麼 陰間 什麼鬼魂呢 開始走出來 亦都開始有什麼 死後的世界 那個神靈開始普渡 是吧 基於 很有趣的 大家知道 有些人來了世 可能一年都沒有人照顧 很多年都沒有人照顧 那怎樣 於是道教就超渡了 沒有人照顧的亡靈 是吧 本來是一個思慧 是一個思恩德 所以是瑜伽文法結合得很好 是吧 他們超渡 人沒有東西吃那怎樣 跟我愛自己 你不吃一天 沒問題 keep fit 減肥 女同學很喜歡 再跟著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一個月 你熬不到 人都熬不到 鬼都熬 鬼的世界是延續人世界 中國人相信 那些事就給他一些東西吃 是吧 超渡那些 整年都沒有東西吃 一年認識一次 一年認識一次的 超渡那些亡靈 那是這樣的 所以為及一些中鬼 你不認識他 都施恩他 像不像你給一些錢 捐錢 捐給慈善機構 那樣 現實世界你捐錢給慈善機構思惠 還有死後世界都是 開始是被一些亡靈 一年一次吃一次 所以亡靈的 游魂惹鬼 即下陰德 還有化了一些怨氣 道教裏面 更加有個神靈 你看到的 在這個大侍王 大家經常見到的 不好意思 不是經常見到 在節日裏面 七十四 這個大侍王 就是觀音菩薩 原本的樣子是這個樣子 整個像的白色 你看到 就是在大侍王那邊 我們從文化角度 就很欣賞 為什麼 因為大侍王的造像很大 有成五六層樓那麼高 是用人手做 是用人手做 所以 為何值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存 就是這個原因 人手做這個技術 其實它叫藝術 好了 道教中元節 就會 祭祭我們的土臣 地臣 開始地府 開門 道教相信這個故事 以及在這個月裏面 進行普道 道教和佛教都好說 普道眾生 去 去 招待 亡靈 所以 全球加習平安 中元法會 道教的中元法會 亦都再提一次 就是 處理亡靈 惡鬼 隨著民間宗教 走走走 大家看到 本來佛教的思想太高了 開始與民間宗教結合 於是 在月到後期 三教合流 如色洞 三教開始合理 於是就成為了民間宗教 將中國傳統的孝師 與我們宗教思想結合了 講到香港 香港 香港地的余蘭節 其實來自不少 都是幾個源頭 其中 同學經常在維多利亞公園 見到的 潮宿 所謂的潮州余蘭節 更加次列 在四五十年前 大批潮州的朋友 海洛峰的移民 就是來香港居住 不少居住在西環 亦都是居住在碼頭的搬運工人 於是 很多熱心的潮州朋友 就會在那天的七月 就開始 在那天 超渡亡靈 大家知道嗎 海洛跟我聽說 行船跑馬三分險 我們那個年代 家人說 行船跑馬三分險 很多人在海上面死了 當你遇到暴風雨 一遇到海嘯 命都沒有 可能變成亡靈 所以 就在那天 就舉行 特別是香港早期 很多應該是西環 記得嗎 如果住在同學的西環 現在有的軍益倉 那是貨倉 是碼頭 上貨落貨 有些人死了 無名無姓都有 所以在那裡 就開始超渡亡靈 本來是逛逛 逛逛亡靈 逛逛又變成了什麼呢 開始是什麼 給一些接濟的窮人 開始有福物 派平安米 甚至乎開始上演潮州劇 是吧 2011年的時候 由香港的朝人余蘭聖會 更加獲得了 列入了第三批 中國國家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裏面 而香港的余蘭聖會裏面的 裝飾 祭祀 的儀式 因為不同的直觀 也都開始有不同的祭祀方法 而 而潮州人採用佛教儀式 廣東人 港府人 海洛東人 都用道教儀式 基本上都是最主要的三個部分 請神 求神 恭喜 派迷 無論是不同的 直觀都都圍繞著三個破題 大家看到 香港各區的余蘭 其實很多才是甚麼呢 在二戰之後 今日社會很富裕 但是你留意一下 在五、六、十年代 我看的電影 很多時候不夠吃 我們的市民不夠吃 於是很多有錢的朋友 就會在那天派米 本來又被鬼神 現在被人吃 是否有趣 富裕的有錢人 就開席著那個 就是思維 是否思維 跟我們的思維的概念一樣 很多時候都在經歷地城的石塘咀 後來在九龍也都有 較為最大型的余蘭節 其中就是在公園 球場 開始舉動神功器 這是特別的 就是我們要將余蘭節 傳入下一代 怎樣做 開始畫圖 保存整個圖畫 將它插畫 畫圖 然後就懂 你想想 哪個位置擺哪個位置 一代一代 如果靠記憶的不可以 畫圖給你看 整個Mapping給你 那就方便了 以後就跟著 這是一個 怎樣傳承 這個就很重要了 畫圖是有指示的 哪裏擺神靈 哪裏安放大香 哪裏是開始有神馬 畫到清清楚楚 將它制度化 知識化 余蘭節 也是 哪裏擺那個大事台 剛才說 觀音大事 大事的神靈 哪裏擺的 大事 觀音大事 擺哪個位 又可以列明清楚 二蘭星裏面 亦都開始 整個故事 第一個 是請神 接神 另外請完神之後 跟著就會 其實整個儀式做完 將它制度化 清楚地 系統化 一二三四 每一個步驟 都要清楚 這樣就是傳承 傳承 不可以靠記憶 甚至現在大家看到 很多新科技 拍影片 拍完電影 即時記錄下來 有一個傳承 這個就是這個地方 好了 二蘭星庫裏面 一般來說 神功戲 大概在凌晨 深夜的時候就開始 第一場戲 叫做天剛戲 傳說之中 就說給鬼看 要注意的 我們問過很多潮州朋友 他告訴我們 聽完歐sir 今天已經講 就知道了 不要說看那些大戲 第一排給鬼看 不是 他們講 我給他聽什麼 為什麼不是給鬼看 因為其實他就怕 如果凌晨的時候 捐了錢 給你的 這個儀蘭節的 有錢商人 或者地方的長官 如果他看完大戲 大戲不同 不同坐候 大家一定是坐前 如果他沒有前排坐 他就不高興 或者小朋友 坐在那裡 你不能叫小朋友走 於是怎樣做 那個地方第一排 有鬼 你不要坐 那就怕了 明白嗎 明白嗎 這樣解 所以不是有鬼看 如果你會說 如果達官貴人去 那些鬼又一起看 那些鬼又撞到 那些事情 不可能 是吧 所以這其實就是 當時他們很多的 魚蘭節 你跟我們說 其實那兩排 是什麼 是宣驗了鬼的故事 所以你看到這個地方 有時候 我們在魚蘭節裡 講過很多 十先的喜慶 也都有派米 派米我提過 最主要是 給食了的米 有長壽 祈求健康 所以這個是派米的儀式 或者很多人相信 信了信了 他的儀式叫儒家驗口 用 剛才提過 吃了什麼下去 牧年的媽媽都會變成炭 於是除了用魚蘭盆之外 跟著就在媽媽的口裡念咒語 於是那些食物就下去了 而這個佛教的儀式 變為了民間的時候 在鬼裏面 甚至乎我們見到 很多米裏面有一個僧人 在做法事 這些米經過了儀式 開始給民間吃 給死後磨鱗吃 因為變為了我們制度上 他說平安米 依據我們的佛教 最主要是甚麼 吃了平安米就開開心心 另外當然 還有蕭佳衣 裡面有觀音衣 有元寶 有溪潛 有金銀 有陰獅子 有往生咒 大悲咒 有優衣錄 七彩的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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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彩布 是布來的 布匹 我記得我小朋友時 我媽媽和我一起 接過這些七色彩紫 就是七種的布匹 又是個七字 有趣 中國人對這個七字很有趣 另外還有些甚麼 放些紅竹 烤家衣 大家看到嗎 烤家衣 基本上我們看到 芽菜 豆腐 龍眼 花生 糖果 餅乾 餅乾是用現在的科技 現在的購賞 舌尼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 少量的叉燒和燒肉 我們不會用雞 雞裡面的嘴 碟些金銀衣紙 所以我們不會用雞 用於燒 我們會用燒鴨 燒鴨的形式 也不會用火龍果 因為墨鬼 是火裡燒喉嚨 亡灵是不能吃的,所以就不会用 雞,也不会用火龙果 烧衣当时,通常来说是7月1日,农历初一到7月14日 这几天是我们烧街衣 现在仍然有很多,很多群众在烧街衣 有水果,有张观音衣 还有在这些生果阵面插香 开炒等它,烧完为止才回家 甚至这些朋友将现实的钱,也有 民间各地风俗 我们看到,包括我们的,其实不仅是香港 而是很特别的,在中国内来都有 包括我们看到河北里面送羊,还将它变成羊头 因为各处香村是怎样的,各处黎 所以将羊送羊的意思,其实代表了我们 礼敬我们的长辈和面粉,将它制成羊 去礼敬我们的先人,我们的祖先 但是还有,吃回自己 给外孙和女儿,送我们祝福 另外,山西里面将那些礼品做成人的面 人的面,恐怖吗?不恐怖 因为为什么呢? 基本上是祈求上天,所谓发展顺利 因为人的面给小朋友吃,开心心 祈求他们发展顺利 另外,有些港西里面吃鸭,将它在鸭里面避开亡灵 于是就会所谓杀鸭而祭事 所以有些人就用鸭子截,在山西里面 港西里面就用这个情况 大家看到的私食,在浙江里面 中元节就会有些下雨,就是丰收 甚至会放灯,放些路灯,指示的灯 包括烤锣,圆铜,杀些盐,米烤,响烛等等 保平安 江苏里面甚至有结鬼圆,恐怖 但问题最主要是什么呢? 我们不能够结鬼圆才给一些金文医治 给一些亡灵 尤其是你不认识的,不是亲戚的都不要紧 因为潮州的朋友,是好兄弟 给一些好兄弟,然后帮你一切顺利 也有渡过一些抢菇,菇云野鬼 也在泰国里面,水灯节 在水上面,放在灯里飘过 表示了我们的重心意,超度孤云野鬼的故事 日本里面也有的,不是没有的,是百鬼出现 日本就较为漫画式的,动漫卡通式的 韩国也有百种节 在那里面,也都在中元节里面 可以制制和超度亡灵 新加坡也有七月歌台,唱歌的 新加坡从很流行地,临时的舞台唱歌 当然最主要是什么呢? 娱乐些鬼神,娱乐些鬼闻 这样的意思 现时的香港的转变 宜兰芝在古代的意义是救济父母 原本的起源是木连救母的故事 南北朝的时候,开始举行大型的渔兰法会 礼敬报答父母和祖先 再跟着后来历代皇帝开始推崇孝道 于是又在那天开始推崇 将儒家思想和木连救母的故事 连合了一齐 刚才提过,也都在现代的意义里面 加入了我们的中元节 和超度亡灵这个故事的出现 不同的地区,包括我们香港的 超属社团总会 也在举行每年大型的渔兰圣会 当然这几年因为疫情问题 不能举行 但每一年都有 在维多利亚公园 都有大型的渔兰圣会 最主要是什么呢 这几年,我们不要说2020年之后 最主要是什么 最主要是过去开始转动 吸收了旅游业 将它旅游、旅客 成为很重要的一个发展 还有,开始有什么 竞投的物品 有神功戏 就是 Password 是巨咯多 man 廣东籍的朋友 个若兰叫做不加廣东籍 另外还可有什么呢 有些神功戏 饭溢籍 还有渔兰文化等等的展览 在地区裡面 特别跟这一 thywer 镜头上应该 這些朋友見到的 這個兜兜有什麼特別呢 記不記得我剛才提過 私食 傳統來說有些富友人家 就會私食給一些鬼神 而在現實生活裡面很有趣 在每一年的餘蘭聖會 有些朋友在台上丟些物品過來 下面的群人就拿著他周圍摺 得不得意 你想想像 有一個朋友在上面丟些物品過來 丟些錢 或者丟些豆袋過來 基本的豆袋 在下面的人周圍摺摺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的搶沽 這個搶沽 每一年的餘蘭聖會 很形象化 就將它那個鬼神故事 將它變為了體育運動 是否得意 現代文化結合 還有這筆有什麼 原子筆 你看到原子筆 這個原子筆 很有趣 這個原子筆 用現代科技把我們的文化結合了 原子筆 很有趣 每年不單是我們的華人參與 香港華人 還有什麼呢 很多非華裔的學生都參與這個活動 包括很多的外國人 走到油坦 所以這個是挺特別的 還有將它什麼呢 將余蘭3D化 立體了 有人拍照的時候 好像走過來 這個大事 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開始將它變為了搶菇比賽 特色的素食 潮劇的示範 還有舉辦慈善的活動 包括我們 有些地方 香港都有的 潮州商會 都會舉行籌款活動 在當日 馬來西亞也會舉行 中元節籌辦小學 醫院 基金會 為華人服務 供養到樣子 演電 以前來說 最主要是穆蓮救母 就是媽媽的故事 後來 到今天 其實不單是救母 不單是吃齋 開始有些人轉為了載雞殺鴨 有些人變為了焚燒的衣紙 本來不用雞 雞 雞是雞嘴 怕它刺爛衣紙 但是民間的時候 流播越來越變 所以有些人就會用雞 來禮敬那些亡靈 還有剛才提到 搶菇就是什麼呢 開始有些人 就拿著這個物品 傳統的到處 拿著東西 開始是搶菇 變成了一個 exercise 和我上的PE 運動 當然 以前是說 最主要是被窮人 施衛 現在還有 最主要是在香港 在香港較為富裕 很大程度上 我們見到 馬桐同學是年輕人 你們會不會去 當宜蘭派米 你們會排隊 你們沒有 都不會 基本上 今天在香港 它已經富裕了 反而 同學的 夜夜麻麻 就會排隊 開始 取一些平安米 這個就是 變為了 我們生活上的情況 不同了 那個年代不同了 好 現時 我也在我曾經 寫過一本書 現在有時間 就是給大家 朋友分享的 寫一本教材 將漁蘭文化 變為了教材 大家知道 你們的 當代 以前的通識 其中一個叫做 當代中國和今天香港 講傳統文化 和現代關係 我那個教材 裡面就是 設計了這個部位 稍後會詳細提及 所以這本書 各位朋友應該有 在你的學校應該有 通識專題研習 現在這個新課程 裡面都在用 這本書在很多 潮修商會辦的學校 中小學圖書館都有 另外我亦都在聖工會 李明財中學都演講過 有個潮修文化 和虛擬實境的網上 網上都有 為何虛擬那個鬼 十忘電 中AR和VR的學習進行 亦都揭入了 中學的通識課程 和講座 如果我們的漁蘭文化 和潮修文化 引入中學的話 就可以更加使得 這個漁蘭文化 延續下去 推動下去 亦都能夠設立好 今天的最新課程 中國裏面的公民和社發展 中國史和香港特區 現在我們的歷史 的課程亦都可以設立到 第五部分 就是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我本教材 當然有時間應該分享一下 我本教材裏面 其實就是第一點 就是講雲 就是木連舊母的故事 就是用水墨畫畫出來 亦都有繪本 亦都結合了我們 一方面和我們做專題演習 所以我們當時來講 就是用的社論 並且我們都有特別的分享 就是 將中國的傳統的漁蘭節 香港的漁蘭節 和全球裏面怎麼看 各個地方都有的 其實各個地方都有詭捷的 究竟為何某些地方 能夠搭到全球化學車 有些地方 為何搭不到全球化學車 同樣是詭捷 為何呢 好似現在仍然是 有時間還在深度 好了 我們這本書裏面 亦都講了文獻的理解 不是 《漁蘭節》 如果同學有興趣 可以給個電郵給我們 這本書是不收錢的 我有一個版本 我會給文員會 文員會會給大家朋友 你可以問他有什麼 是教材 教材 這本書裏面講述 什麼叫《漁蘭起源》 《神中最遠》 什麼叫《十郎電》 什麼叫《神功器》 那個經文 經文和經文我不會看 白畫文文言文太多 不是的 我們將它白畫化 白畫文章有的 並且亦都將它 古今的漁蘭 特色是什麼 還有是教材 主要是教材 我們有時候想 《漁蘭》裏面 大家知道 中國的鬼節 最困難的地方 有時候會有什麼 跟當代有矛盾性 你在街裏面燒介意 怎麼做 可能其中一個 是跟現在環保的概念 有通突 是吧 那怎麼處理 中間都是 其實不是只有我們 我們每一年 跟潮州籍的朋友 潮州籍的朋友 大市皇城五層樓那麼高 你硬要燒它 怎麼燒呢 放在很小的 那些化衣紙的地方 很小的 怎麼做呢 經常都會吵到這個點 他們都會有些意見 究竟這個漁蘭節 怎樣跟全球化一個結合 是吧 怎樣 中國的 如果我們要 未來我們走 這個 將漁蘭文化 推移海外 怎樣發展 是吧 這些就很清楚 將它運動式 開心些 還有一個是什麼 大家見到 有沒有見過 這個呢 將它 我們的電話 將電話放在電話裡 有的 很有趣 將它電話 是吧 電話聖的 將那個大使王 阿彌陀佛 可能年輕人也有的 印尼蘭也有的 很有趣 你們喜歡的 很有趣 鬼是否這麼恐怖 不是的 原來這就是鬼 很有趣 另外一個 有些漫畫 就是這幾年的漫畫故事 其實有的 在圖書館經常跟我們找到 將它漫畫化 是吧 這個才是我們未來的發展 你看到 這也是的 咦 曾經有一次 將我們的漁蘭節 變為了 老夫節 行不行 香港特色 是吧 更加 譬如我們學校 夏樹人大 都是舉辦 潮州的漁蘭文化節 座談會 將它普及一些 如果朋友看到 你看到背後 就是用AR和VR 講述了早期的 在廣播碼頭裏面 那些人走來走去 如何是 如何是 推動漁蘭文化 很有特色 用電子科技配合 是吧 漫畫化 插畫化 是吧 撒米是甚麼 燒香是甚麼 為何那些米放在布袋裏 是吧 現在看到了 把它動漫了 這是一個大事王 再一次 一大事王 整個大事王的孤雲平 將天地父母彈 是吧 神仆 不要當宗教迷信 是甚麼呢 你當成一個藝術欣賞 因為用人手做的 隨著我們的長輩 年紀大了之後 可能有機會有變動 是吧 這個很值得保存的文化 就是這些 是吧 這是手工藝 非常之珍貴的手工藝 另外 《供奉神靈》裏面 粵劇的木偶戲 有木偶戲 是吧 還有 現在更有趣的 魚蘭文化是甚麼呢 剛才是吃的 吃又怎樣 加連華了 是吧 我們說加連華化了 向油人提供飲食 如果同學 今年應該未必做到的 我們聽過 因為疫情也困擾著 但是如果往後幾年 如果見到魚蘭文化法課 可以走走走走 見到有炒麵吃的 是吧 有炒麵吃的 是吧 加連華化了 有功夫茶飲的 免費的 是吧 有功夫茶試飯 有些果 潮州朋友知道 是果 是吧 甚至向參加者派米 師福 開始有福袋 裡面有些米 最新的搓手翼 很新的,好潮 另外有參賽的冠軍,搶菇 甚至將它變為我們的小賊子 還有一個,這個很特別的 這個很多年收到現在 它將我們的朝商會 設計的如蘭文化節 將它呈現一個合 這個盒子很棒 包上一些東西,一個盒子送給你 這個裡面有禮敬的物品 整個的肉 哪些的雞等等的形象 畫在這裡 接著盒子整個送給你 這樣就保存了 從事非為的朋友也知道 最重要是什麼? 我們不是將那個物品 變成一個文化很高高在上 是怎樣延續 將它變成盒子 然後拿回家 因為很形象 將它傳播進去 將它變成小策子等等 畫上地圖給你看 哪個抽獎地方 還要抽獎 還要抽獎 是給別人的 不是給別人的 是嗎? 剛剛提過 這個就是搶菇 是嗎? 還有我們的手機掛式 是嗎? 是嗎? 每一年的刊物 是嗎? 這是剛才給大家看的 盒粒 還有編一本刊物 這些在朝商會 還有很多圖書 甚至公共圖書館都有 現在開公共圖書館 是嗎? 同學可以做這個題目 又可以去這個課題手 又可以去公共圖書館參賽 是嗎? 是嗎? 漁蘭解密 將它形象化 是嗎? 甚至乎我們的樹人大學 都曾經和台灣 我自己都去發表過 但是我的學生去台灣 分享一下究竟 香港的朝鮮的漁蘭文化節 和台灣有什麼不同呢? 是嗎? 我有一個互相的交流 當然最後一個小小總結 很感謝今天的老師 今天的同學仔 很感謝工作人員 很感謝校長 很感謝我們的同事 做主持 使得今天的很完美 這些本事都覺得 比較圓潤一些 我們這個講座 亦都能夠 但是沒有各位的支持 沒有各位老師 校長和同學的支持 我們都不能夠取得今天的成果 少少總結一下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們未來會建立一個 大家究竟中國文化是有什麼特色呢? 如果我們想延續這個文化的話 怎樣從當代科技結合 是嗎? 中國文化過去是 過去的成功的因素 或者我們的價值觀 大家知道價值觀 怎樣是在我們今天保留學 特別是我們不能夠看少一些東西的節日 裏面是很特別的 裏面的節日上面 其實是背後什麼呢? 是背後的中國 中國的好講求道德 我們道德界是很強很強的 很多節日都會跟我們的 道德的傳承很有關 剛才說的七十四日 我自己做的七月初七 的中國情人節 牛郎跡女故事 亦都一樣的 是嗎? 它兩個有情相悅 是嗎? 所以這個究竟是怎樣延續 我們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背後意義 在當代社會呢? 我們非常之關心問題 第二 中國的軌折 是嗎? 和西方的軌折有什麼異同呢? 是嗎? 跟著我們說 究竟當代的 裕南文化和當代的環保 有什麼的融合地方 是嗎? 其實不只是我們關心的 很多潮州籍的朋友都關心 是嗎? 怎樣處理到環保問題 是嗎? 怎樣做法 是嗎? 一方面又要少介意 一方面又要環保 中間的張力就在這裏 是嗎? 怎樣總結呢? 是嗎? 給大家和我們思考一下 以上是我的小小分享 多謝大家 好 我們多謝歐博士的分享 接下來這個環節就是問答環節 剛才剛剛已經陸續收到各位同學的提問 我們將會抽取一部分 去代大家向歐博士提問 而這段時間也都歡迎各位同學 繼續以我們這個Zoom的聊天室 可以繼續發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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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這麼多資料 哇 這麼精彩 尤其是今天聽完你這個分享 這麼多精彩的一些資料在手 到底他們運用這些資料 或者一些史料的時候 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呢? 那我就跟我說 不及待主持 不及待我們分享了 同學當做的時候 第一個 其實 盂蘭文化的盂蘭節的資料 不難找的 不難找的 但同學要篩選 因為很多說盂蘭節有鬼故事 特別是我們盂蘭神宮的電影 宣演之後 就使得我們原本的原意就沒有了 我提及提及 原本是孝師 孝順的父母 或者是祖先 漸漸變為祖鬼故 這個就很特別 所以同學如果找資料的時候 就要注意 對於那些鬼神故事 我們都是用我們儒家的方法 敬鬼神而遠之 尊敬我們的祖先 但是我們會將它推到學問的邊緣 我們不會談及這樣 但純粹是在背後的文化意義為首 謝謝 這個提示很重要 其實我們從這個故事的內容本身 要昇華提升到 變成跟中國文化的構緊 那裡要做得好 那同學如果聽完歐博士這個見解之後 記得以這個方向去作為我們電台講演 和這個專題報告的一個發展方向 另外還有一位同學提到 有很多非為節慶的節目 和儀式都很有文化價值 而且很多是基於源於生活 社會上的一些經歷 但其實香港現在 那個朝人的餘蘭盛會 會在現今社會 推行的時候 會面對些甚麼問題 你認為 謝謝主持 儀蘭文化對於現在 我想是有些 其實不一定是朝職儀蘭文化 剛才提過 講述的時候也提過 當我們燒街衣 以前我小時候 可以在街上馬路燒 現在不行 環保問題 這是一個可以探討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 我們看到場地的問題 場地裏面有一些 你見到以前是石地 現在是膠地 有沒有留意到 大家朋友見到竹 現在開始不用竹 即我們不用全土的竹 用鐵 沒有問題 但問題 為甚麼用竹好 竹有尖 那塊地就只有一個問題 我們的政府有時候規定 因為現在很多球場是膠地 膠地把竹拆不下去 那便有問題 所以很多場地租不到 魚蘭節租不到場地 這是第二點 還有沒有 還有 大家見到 魚蘭節裏面 大家要開始 運一些區裏面的群眾去籌款 但是很多的社區重建 很多的長者搬來社區 或者年輕人搬來社區 搬來市區的話 譬如原本你住在灣仔 住在九龍城 參與於魚蘭勝會 但是可能社區重建 你先搬去黃大仙 你還會不會回去九龍城 當然不否定你會一年一次 但是很多朋友都不會 那不會的話 那就失去了其中很重要的捐款 是吧 所以現在魚蘭文化都遇到一個困難的地方 如何在區裏面 特別是新家庭裏面 如何使得年輕的夫婦 都會認識到魚蘭文化 或者甚至年輕人如何傳承 其實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 謝謝 那倒是 因為其實有很多傳統的東西 現在都面對著很多不同類型的 就是社會發展的條件所局限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中華文化的活力所在 就是會因應著不同的時間 那個演變 就會加新的元素 或者叫做新的形式下去 其實都非常感謝歐博士你這個看法 那有沒有說很特別除了這個 就是這個 剛才剛才你所提及的 這些可能是環境 或者是法規上面的一些限制 有沒有一些是本身的文化內容的精髓 會隨著可能大家的觀念不同而改變 文化精髓的那個就是孝斯的那個 就是我們叫做主軸 這個就是基本上沒有一點變動 到現在都反而更加表揚 但是如果這個孝斯的觀念可能怕什麼 就因為每逢你都見到 每逢7月14日農曆的時候 就有很多鬼片出現 那鬼片就宣演到那個孝斯的概念 漸漸漸沒有了 往往變為了一些鬼怪故事 那麼就使用了原本爭議 就有少少的變動了 但又不是壞事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可以藉著鬼片 那些鬼恐怖片 其實就是幫助到漁南文化 至少群眾知道是7月14日 雖然那些鬼片是恐怖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因有鬼片 那你就知道7月14日 如果不是你就不知道是14日 所以中間是有一個 互相推動的因素 那這個正正也是我們文聯會的努力方向 除了這個形式上的一些創新之外 還要可以保持到那個精神上面的傳承 那這個希望我們以後更多的活動做得更好這件事 另外還有同學就問到 這個文化傳承 一些節慶的活動 又或者一些叫做慶典 那其實會一併發展到旅遊業 問到很具體很實際 那如果這些叫做坊間 將這些叫做緋為文化的一些元素 那加入了有一個很實際的效果 那麼出發做目標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傳統大陸來的一些面貌 當然有機會 但是亦都沒有辦法 因為一定要跟現代的科技 或者文化結合 如果我們能夠將漁南文化節 變為了我們的旅遊文化 這個就很重要了 因為能夠變為了旅遊文化的話 於是就很多遊客知道了 每年7月14日 所以你看到這個不是壞事 還有一個大家可能見到就是 所以我偏教材 怎樣將這個節日變為了教材 而落地方 其實我們很感謝政府的 政府做得很好的 將它變成非為 甚至乎我們中學的初中課程裏面 有要教這個傳統文化 很多中學就是用這個漁南文化 為一個課題給學生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渠道 去使用這個 將我們漁南這個概念的東西 變為了知識 再問一句 將我效度 這個概念 效這個東西 變為了知識 傳入地方 這不是壞事 換言之 與科技結合 與旅遊業結合 與課程結合 與課程結合 是可以更加留薄 當然旅遊是好的 因為香港旅遊業 我們客人最喜歡吃 和喝 香港是甚麼 香港現在 除了我們革命天堂之外 就要旅客來香港吃和喝東西 在漁南戰裏面 就有一個喝功夫茶 潮州功夫茶 和吃潮州的果 果 很有趣的 於是那些食物在那個流磅 將潮州特色的飲食 就放在漁南文化節 其實有一個間接地 推動了 香港旅遊業 同一時間旅遊業 也是 回過來 推動我們的漁南文化 明白 謝謝 因為同學問這個問題 我自己想深化一下 因為其實一個文化的參與 除了本身 就是這個文化的業界 還有很多不同的持份者 要參與才可以做到 例如現在有很多 潮流文化 其實有很多可能是 甚至政府 或者叫做資本的協助才可以 其實在這方面 我們香港本地的 漁南文化的資源 其實你認為現在的趨勢 是向好還是怎樣 是否足夠 基本上都可以 因為每一年的潮商會 也都資助 政府也都資助 資助的意思不一定是除了錢 因為提供場地 這個很重要 香港至少是 維多利亞公園裏面 提供場地 在各個地方 各個社區裏面 都提供場地 舉辦這個漁南文化節 這個不容易 沒有政府的配合 做不到 所以大家也看到 其實是 現在一刻 特區政府其實都做得不錯 已經做得很好 政府協助 還有有 潮商會統籌 還有潮商會自己有資助 政府也都撥款資助 更加將它變成非物質文化遺產 其實已經做得不錯 這個漁南文化的節慶活動 有不同的情況和程序 甚至裡面有很多內容 如果你說 同學在做專題報告的時候 可能他們未必這麼快想到 用什麼角度設入 我們會否建議到 用什麼角度設入 是會比較容易 或者比較可以深入去做到的呢 謝謝 我想基本上是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 都是漁南文化 漁南本身的定義是什麼 基本上是 或者是思想是什麼 基本上資料不難找 網上都有 第二就是可以同學用想像力 是吧 想一下 究竟漁南文化再推動是怎樣推動呢 怎樣延續下去呢 是吧 這個就是看同學的思想 是吧 基本上現在我們已經在做的 用VR 用AR 拍攝整個 鬼故事 是吧 另外有趣的 是吧 也有這些活動 是吧 一些的 一些的 我們的 索膠 一些的 繩等等 是吧 亦都有將動漫馬化 那再下一步是怎樣處理呢 是吧 這個是再想的 其實我們都在想 可能給同學想一下 是吧 甚至會不會做NFT呢 是吧 現在最流行 是吧 會不會這樣做呢 是吧 會不會做一個時裝表演呢 那些鬼王真是 當然沒有人不喜歡扮鬼 是吧 那怎樣做呢 可能未來我們要下一個方向 下一個方向 下一個方向 歐博士 你的見解很獨到 因為這個叫做 就是我們一直以來 對於這些叫做傳統文化 可能都會集中了 在看他的過去的一些原格 流變等等 但其實最關鍵 都是未來怎樣走法 剛才歐博士就說了很多 很創新很新穎的一些做法 那其實對於學生來說 可能你說以後再在這方面努力的時候 就可以有些比較高端 例如NFT這些方法 但是他們現在做的這個專題報告 其實我剛才剛剛聽完 你其中一個見解就是 到底那個飲食文化 怎樣去流變 這個功夫茶等等 其實尤其是我們現在越來越大 越來越喜歡用那種功夫茶的認識 去跟朋友交往 其實這種都是一種生活習慣的文化 其實這個就是 感謝歐博士你的一些 對於我們 對於重新想想 如何將生活 建構在文化 即是文化建構在生活之上的一些看法 如果另外還有一些很具體 可能同學面對的問題 就是 如果他們定了一個題目 有些甚麼資料 或者他在哪方面 有沒有一些特別好權威 或者很多資料可以搜集到的渠道 基本上有的 如果同學有機會去高校圖書館 我們大學有一位副校長寫過一本書 《漁蘭文化節》 《漁蘭文化》 這是經典來的 中文寫的可以給大家看 另外我有一本教材 剛才提到我做《奧巴爹文聯會》 老師同學有興趣的 是電子版 你可以下載 另外 另外 基本上 現在市面上 除了有些 講鬼故事之外 其實較為流行 經典的都有 可以說真的可以說不難找 絕對不難找 當然在文化篩選 我剛才提到 最好不要宣染鬼神故事 我們反而 將鬼神的世界具體呈現 我經常說具體呈現 如何實實在 換言之 漁蘭文化透過哪些造型出現 包括鬼王 包括 觀音大使 包括 莊香 包括 祭祀 包括 排米 包括 我們的 腸菇 運動形式 包括 我剛才提到 手機的 色物 盒等等 怎樣是具體呈現 就是我們最關心這個課題 謝謝 因為我們這個活動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表達 剛剛 博士你所說的做法 其實是幾適用於手工模型的製造 呈現到一個 好像我們有時候 平時砌模型 都會有場景 這個也是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的 考同意主廚提供 怎樣的 就是 我們見到我們今次的參賽 其中就是 講手藝模型 同學 整一個魚蘭牆地 怎樣整出來呢 是不是 可以想想 是的 因為其實這個 最好就是具象化出來 而這件事 也都相信是 大家同學也有興趣 也有能力去做到 那 那我們今天的問題 其實都 幾踴躍 大家 那現在我想 我們最後問多兩個問題 那 教授 教授 你對於這個 魚蘭聖會的 哪一個環節 你自己本人 最有興趣 為什麼呢 麻煩這次 麻煩這位同學 那 問的時候 那 我對哪個環節 最有興趣 其實就是對於 我自己欣賞的潮劇 潮劇 因為真的見到 我們的從事 表演藝術的藝人的功架 他們用心去演繹那個故事 潮劇是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當然另外一個就是很喜歡吃 我喜歡吃的 就是 功夫茶才主持 功夫茶 或者吃那些果 很難得 在某一天 你可以品嘗到 具有潮州特色的功夫茶 和那些果 那些食物在那天旺 所以非常有意識 和觀賞的潮劇 我非常感興趣 謝謝 聽完之後都流了口水 那我們最後一條問題 就是 你在研究 這個課題 整個課題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一些很特別 很有趣的經歷和事件 最主要我自己的關心 如果大家朋友去看我另外一本書 我自己寫的 和香港佛道教 和香港廣州道教的朋友一起寫的 就編了一本書 就是講七席 那圖書館一定有 你寫我的名字一定有 那我那篇文是講七席 又是那個具象 又是那個故事 究竟 將一些愛情故事 中國傳統的愛情故事 怎樣是具體化 其實我一直關心的就是 節日怎樣具體化 節日裏面的生活 怎樣具體地呈現出來 我其實關心這個課題 所以 其實我覺得 這個是在我的生命中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將它具象 呈現 其實現在這個課題很好 不單止是我們的 宗教 因為大家見到 我講未溫疫之前 溫疫的時候 一定要猜到的 逢社會一變動的話 人們的心靈世界是很脆弱的 所以宗教文化會再一次興起 你和我都猜到 但是如果我們回歷史 在2020年的2月之前 其實全球的宗教的參與人數少了很多 不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情況 參與人數少 你怎樣動員 那些人參與我們的宗教文化事業 是吧 那唯有甚麼 開始具體地呈現 開始用新科技 用WhatsApp 用WeChat 大家可能都見到 我怎樣傳出去 就是唯有用高科 用新科技 用嘉年華式 將這些傳統特色的東西 透過這些現代科技去傳出去 這個其實不只是中國傳統文化 全球的宗教 我特別提過 總之在2020年2月之前 當我們未有新冠病毒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宗教都遇到 不是那麼多人參與宗教的事務工作 特別年輕人一代不是那樣的 越來越少了 但是當然有不同 因為隨著疫情爆發 其實人的心靈世界是空虛 於是就有很多的宗教就會再次興起 這就是另外一個2020年2月之後 新冠病毒影響 甚至今天 其實大家都見到 宗教文化事務是多了很多的 這是另外 那就是 換言之其實我常常都講 是怎樣是 將宗教文化具體地呈現 透過儀式 透過節慶活動 透過裏面賣的物品 透過一些的教材 透過現在的電子科技 將它具象化 剛才我覺得之前有很多字眼 本來我的題目是叫具象的 具體形象就是具象 具體形象就是具象 將那個故事具體呈現 全球文化都關心著這個課題 對於文化 尤其是文化是一個比較空泛 比較難以去掌握 尤其是當中涉及很多美學等等 其實最終都是要透過一個叫具象化 可能透過影音 或者透過文字 透過場景重現 這些途徑去做到 這件事辛苦你們 多謝你們 這麼多年為我們這個文化推廣的事業 做到這個具象化的一個進程 我們可以先想想 做一些魚蘭歌 什麼魚蘭歌呢 不是魚呀魚呀 是否怎樣呢 是否值得去想 這可能是一個流行文化 其中一個突破後都未定 我們今天就多謝歐博士的精彩分享 希望大家對於這個魚蘭文化 和節慶相關的非為活動 有更深的認識 我們三場講座的講者 我們推介的參考資料 我們都會更新到我們活動的網站 大家記得把握機會 在參加這個之後我們的電台 和專題的報告 實踐這三場講座的所學 另外 另外 我們今天的電子問卷的二維碼 將會投放在這個螢幕上面 我們今天這個講座就此結束 大家也要記住要掃描二維碼 螢幕上面的二維碼 在明天 明天 下午五點之前填託 現在其實有很多同學 可能都有電子設備 但如果沒有電子設備的同學 也不妨可以抄下這個網址 在之後我們的活動網站 找回這個問卷去填 而事先報了名 符合出席時數 亦都填妥電子問卷的同學和參加者 我們可以得到 相應長次的電子的聽講證書 證書將會在一個月之內 就發放去負責老師的郵箱 稍後我們也會將講座的連結放上會網 讓大家重溫 也都多謝大家參與 多謝歐博士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多謝大家 好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到這裡 感謝各位工作人員 感謝老師 感謝同學的校長 感謝學校 感謝同學參加 多謝 身體健康萬事勝義 大家密切留意我們之後的活動 多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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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